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One Era特会 和下年4月在医馆的Z3敬拜音乐会 我们一起再次尽心亲近神 好了,各位爬山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我们又出发了 以赛亚书55章1-3节 你们一切干渴的 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 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 买了吃 不用银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 买哪不足为食物的 用牢牢得来的 买哪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甘 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 侧耳而听 就必得活 说话说我们机构有位童工 经常问身边的人 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如果你一生人 只能吃一道菜 不用考虑价钱或者健康 你会吃什么呢? 听回来的答案层出不窮 有真修百味 有充饥必备的 show me your love 饭 还有点少得的 男人的浪漫 豆腐火烂饭等等 想答案的过程 通常很煎熬 痛苦在于 人的两大恐惧 怕吃到闷 和怕无得減 其中 有一个答案 令我非常难忘 他说是他爸爸煮的 番茄炒蛋 不是因为番茄炒蛋好吃 而是爸爸很疼他 让他觉得很温暖 就算身在外地 都会记挂着那个味道 所以吃一生 都觉得好吃 耶稣说 饥喝无意的人有福料 不是要留言 大家吃些什么 而是用了饥喝这个感觉 来形容心里面 不能够揭指的追求 他点出了 其实每个人心里 都追求着一些东西 亦不觉得满足 好想有真正饱足的一日 人每日 由睁开眼开始 就被心中的学想牵引住 打扮妆容 但求融入社会 突出表现 以换取重视 赚取更多的钱财 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和存在感 世界鼓吹自高自大 自私自利的标准 也成为了 我们行事为人的良度器 慢慢 神的声音越来越小 甚至越来越不重要 反而 每日的追赶 每天的屈咒和讨好 全部都是由 爱世界的渴望驱使 没缘没了 但人却欣然接受 其实我们的心真正想要些什么 你有没有问过他呢 奥古斯丁曾经说过 你为你自己做了我们 我们的心不能安 直到他安息在你里面 如果饥渴的目的 是为了得到饱足的话 那饥渴的什么 就是关键了 其实人心底渴望的 无非是被爱 被接纳 找到再细的价值 看到公平 公义的彰显 和与造物主 复和关系等等 但不知道为什么 每日仍然逆逆的追逐 尝试用自己的方法 找满足 总是让人越走越远 越追越累 到头来 想要什么都不清楚 反而更加空虚 孤独 自私 和困惑 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 心不能安 人的渴望 就好像指南针那样 带着我们前行 尋找可以满足到 我们的水源 但仍然逆逆的追逐 正正就是我们的心 告诉我们知道 你找错地方了 满足 不是在这里 可无你 满足 可无你 痛在 可无你 娱乐 半折磨 插水 爱无你恩典 可无你只恨说话 看事我 辅助我正牵我手 我们都是按住神的形象而做的 虽然罪让我们败坏 和与神分离 但我们的心仍然不停地寻找神 而生灵更加会帮助我们寻见 饥喝无二的意思就是渴望神 很想实行祂的旨意 很想我们的行为合乎意 亦看到神的公义得以彰显于天下 昔日我们以世界的潜规则做标准 对方言和歪理 只眼开只眼闭 但天国的爱和公义更深地吸引我们 叫人甘愿背弃世界的掌声 放下自己的老我面向神 让我召见你 来上主人世宗 你的恩惠 丰富这生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好主 不在你意外 不在你意外 不在你思辞爱 黑夜我尊重 让我投靠你 让我投靠你 我心欢喜 我令快乐 渴望你 既渴望无义除了反映一套天国道德的准则 更是反映一份带着爱的关系 因为渴望的不是世界推崇的公义 而是救赎主的意 是有对象、关系和恩情的 当一个人越亲近主 就越会爱他所爱的 是一种与主团契的追求 也是答謝主恩情的回应 这份爱邀请我们 在世界和天国中作出选择 对罪恶和身边的不公义敏感 也有勇气和自由去选择做对的事 为主放下身段、关顾伦舍 为孤儿寡父伸冤 然今世界高举神的爱 却很少提及他的义 但我们不可以只谈爱主 而不追求他的义 也不可以只高举公义 忘记了主的爱 我想 饥渴慕义的根基 就是与主的恩药关系 可能很多人觉得 跟随世界的玩法 会不太累 又有很多选择 如同桌上的真修白味一样 为什么一定要选定一款呢? 耶稣却勉励我们 唯有饥渴慕义 单单追求他的人 才是会得到饱足的一群 因为通往灭亡的路是阔的 就如更多的真修白味 都不能够满足人心 反而刺激更大的欲望 让心不能安 相反 通往天国的路虽然狹窄 却是满有情义 使人心饱足的唯一道路 还记得那位吃一世番茄炒蛋 都觉得温暖的朋友吗? 有感情与没有感情 有时让人看事物的焦点 都不一样 爸爸的恩情 让这位朋友记起家的温暖 就算是简简单单 吃一口番茄炒蛋 都感觉到樽樽乐道 饥渴无疑都是一样 不是冷冰冰的律法追求 而是满有恩情的专注和探索 欢欢喜喜的回归主的旨意 今天 神的爱和恩情 邀请我们 停止云云亦亦的追逐 将心中的渴望交给祂 让祂将爱世界的欲望 转化为渴无真理和公义的追求 得着真正饱足和安食 你对你内心的渴望敏感吗 这些渴望通常带你 亲近世界还是天父的心呢 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搞动着你 让你心不能安呢 试试安静下来 看看主有没有什么地方 想牵引你回到祂身边 过往你多不多思想 神对你的恩情啊 如果不谈恩情 只谈神的意 又会带来怎样的状况呢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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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开吩咐 反而更加渴慕你和你的话 并在你的真光里面行走 得着真正的平安和饱足 奉主名求阿门 你叫心灵贫穷的得天过 既渴慕已也得饱足 爱上者得安慰 温柔滴得地痛 今天听过的有童心唱系列的Hot Money 各位爬山团友 话这么快又到达山峰的新营地了 八幅里面已经过了四幅了 Well done 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 在你的群体里面继续山上敬拜 山下服侍 有明显心灵的搅动 和视野的调整之类的高山反应 实属正想 两个星期之后 往山顶出发 一起起程 一起扎认 攀登我主 荣耀的圣山 你现在收听的是童心电台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DJ 马马 带齐野下一站 连述人的人有福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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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